因為禮拜的行程 簡單跟大家說都是歡樂行程 早起徒群 什麼北北之頭 每天都很大條說 哇 合體啊合體啊 總統選舉合體 還有坐貴賓室 你說辦桌的事情 好 之後呢 吃了之後 回到新北市政府的廣場 市民廣場這個地方 就叫大家說要早生貴職 多多努力 多多努力早生貴職 18號 18號 裡面參加人還有什麼 交流荷蘭 交流荷蘭 這不一樣交流荷蘭去就好了 不是啦 早上記者會一樣就好了 整個記者會說這些孩子的事情 叫大家去早生貴職 這一個舉辦的同時 同時是市政府旁邊另外一個角落 正在發生這件事情 就是這件 兩千位的家長 招出來 招出來拜託 新北市政府大家要好好加油 各位看這一些標語 這些標語 這些家長下來這些標語 沒有政黨 沒有顏色 就是說新北市趕快把真相查出來 小朋友怎樣怎樣 都在說這個而已 這裡坐在第一排的這一個 這一些這一個來陳情的人 只有一個民眾黨的穿選舉背心 這也真不錯 要撐就對了 要撐就對了 穿選舉背心 其他的都認不出來 就是一般的民眾這樣而已 這一種活動 家長在問一件事說真相 真相到底是什麼 你跟我們說就好 其他都不重要 最近大家剛才在飛二十二十九 兩百 那就是教授說你飛的我聽不懂 有毒物專家說這樣 有人說這樣 你就跟我說那些東西來就好了 很簡單 因為這小朋友為了要檢查這個 跟他在那邊說 說頭髮病這樣 頭髮病這樣 要檢查的頭髮需要這樣嗎 這小朋友這樣 尤其是小女生 天這樣了 幾天不敢上學 這我是媽媽的話 我都想說到底是要驗還是不要驗 驗完之後怎麼上課 是啊 這小朋友心理 又說一個禮拜不敢上學 家長又有心理壓力 小孩又有心理壓力 怕被小朋友 這些事情對侯友來說 好像都沒關係 他禮拜天就是整個一個歡樂的行程 所以你說這歡樂的行程 大家都不必處理 從上個月五月十七號到現在 已經超過一幾月了 今天已經十九了 已經超過一幾月了 沒有真相 也沒人知道答案 他到最後都不知道 人家另外一個 我先說 這另外一個陳其邁 今天會知道自己出來記者會 他說我們高雄市查之後 他怎麼查 他很簡單 他就要醫生 診所 醫院 查說什麼人有開這個藥 對一個醫生有開 開開得很異常 開小朋友 一兩高月開三四桌 什麼總共 小朋友明明就什麼 腸胃痛什麼痛 你就開那個 開要幹什麼 他又找四間 這一個在高雄的教學醫院的 裡面的這些醫生 大家開完之後說 哇 這四間診所 這四個醫師 開了什麼問題 停業 罰錢 有一個停一個月 也有停六個月 這些的家長 他也通知了 他說你的小朋友 一月一日去到一個診所 他的醫生給他開了 我現在要追蹤 他就個別去通知嘛 我們這高雄的這個小朋友 家長就都放心嘛 不是啦 你佛友爺說 你查幾百 幾百斤啦 什麼藥房 金屬查宅 都沒事 都沒事 高雄查到四個 高雄查到四個 我們就說這四個怎麼樣 我們這高雄的家長 都很放心的嘛 佛友爺你已經過一個月了 你不知道要處理這條 我們陳其麥 十天就處理好了 十天就大家放心 然後後續持續的 做一個追蹤 佛友爺你真的要加加油 不然我們這家長 真的高雄真的會撞不住 請教導東豪哥 你看光是驗巴比陀這件事情 佛友爺就說 中央不做的新北來承擔 那現在我們到目前為止 剛剛一川哥說 每一次的主動 都是三個禮拜起跳 那承擔是要幾個禮拜起跳 先講一件事情 當我們還在這邊講說 佛友爺到底在新北 是做得怎麼樣的時候 陳其麥也把它做完了 對不對 陳其麥做滿了 有沒有發現有 有四個案子 四個個個案 然後有醫生被做處分 如果你在高雄的話 當然沒有人希望說 小朋友吃到這樣子的 用藥用到這樣的成分 但是對於其他的家長來講 你會不會比較放心醫性 因為查很多嘛 好 那就四個案子 那對醫生來講 也是一個警惕 我相信醫生會申訴 會去申訴 那他該申訴是他的權利 但是重點在哪裡 高雄就查完了 然後所有的家長 當你在面對幼教老師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還需要去懷疑 幼教老師嗎 不用 因為新北市府 已經幫忙查完了嘛 高雄市政府查完了嘛 所以你就不會有 老師跟家長之間的緊張嘛 但現在新北市府 老師跟家長之間的緊張 還在持續當中啊 因為你沒有驗完嘛 那你說新北這麼大 我是不是全部都要 全部都要驗一次 我也不認為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全部的幼兒園 全部都要驗完 我怕你隆腫 沒有那麼多時間跟量人 幫你新北市做 就算你把長根幾個加進去 實際上有困難 可是如果我們就時間發生 不要多 六月四號 六月五號 我們把二十三家連鎖加盟 不管是加盟的私營的 各園查一次 把他那邊的小朋友 都做一次血液或尿液 也不要說什麼 用什麼辦法 就是支撲儀啊 因為台北龍總已經把驗出來嘛 對 那一批都陰性嘛 對 你把這些所有加盟的小朋友 都做完一遍 今天已經幾號啦 今天已經十九號 十九號 從六月四號 六月五號 到走到今天 是不是這二十三個幼兒園的家長 跟小朋友 這時候就知道答案了 我是不是就安心了 如果我是侯儀 我當時做這個選擇 做了這個決定 我今天需不需要出來講任何話 那為什麼要拖到這個時候 還沒有做呢 導致有沒有陰性 或是有沒有胃藥 還要在那邊揮說 可能是因為拖很久 讓大家產生疑慮呢 因為你那個時候 你沒有做嘛 我沒有 我現在舉的時間點 都不是五月五月喔 我是要講 你從六月四號 六月五號開始做 事情已經發生了嘛 也就是說 我不認為說你今天 你就怪成績的人 怪任何人有用啦 因為小朋友是自己的 家長 比誰都關心 開幼兒園的 或者在幼兒園工作老師 比誰都關心 為什麼 我會沒工作 我投資下去 我就這個幼兒園就沒了 我相信沒有人會隨便拿這種事情 開玩笑 可是你怎麼做 你的選擇 會影響到這個社會 或者新北市 相關產業 或者從業人員 像這些老師 乃至於消費 消費者 家長 跟小朋友的心情 你講那麼多 有什麼用 我實在不好意思 因為菁姐 菁姐說 侯友宜是被黃偉漢 在網路上罵進去的啦 他本來沒有要去喔 他沒有 我不會 我不會講他沒有 侯友宜要什麼都沒講 因為他那一天大家早上的時候 白天記者還在問說 好不好 他也沒有回應 你回去看那幾天 幫人家問了 因為民進黨 我跟你講 我是民進黨的市議員 我也一定要在市議會提案 質詢你嘛 我專案的時候 我問兩個局長怎麼夠 我問副市長怎麼夠 我當然要問市長嘛 發生這種事 有誰不是問市長啊 這不是藍綠啊 如果第一時間 侯友宜就說 我願意 就跟他在今年平溪放天燈 寫那個Yes I do一樣 過了十天之後 我們會怎麼看侯友宜 侯友宜不用怪別人 自己造業自己擔 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 不同的節目講很多次 絕對不是新北市政府去下藥的 大家一定要先講這句話 為什麼 因為角色要先搞清楚 但是大家關心的是 新北市政府 你怎麼運作 你怎麼面對 你怎麼處理 我跟你講 有沒有疏失 要看後面的行政調查 至少社會上普遍認為 你是慢 為什麼你會慢 因為侯友宜要一心二用 再講一個 這個事情跟調查局 沒什麼關係 調查局只負責檢驗 我用一張圖 承判單位 負責申請搜索票的 指揮的 當然是警察官 是新北地檢署 指揮誰 新北市警局 負責辦案搜索的是哪兩個單位 附幼大隊 這個一看就可以理解 因為是幼兒園 還有什麼 報案的海參分局 海參分局 離市政府沒有很遠吧 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警察局局長要不要練習市政會議 他跟侯友宜熟不熟 廖局長跟侯友宜是同鄉 不客氣的講 侯友宜會什麼都不知道嗎 侯友宜會什麼都不知道嗎 但是你有沒有作為 我剛才講的 在批評侯友宜的 我都沒有用五月份去 阿Q他 有興趣的朋友 你再抄一遍 五月十八號搜索 五月二十二到五月二十六號 新北地檢署 找了五個小朋友跟家長 其中五個小朋友做了毛髮 二十五月二十六號到六月七號 又有七個小朋友做毛髮 然後六月八號跟六月九號第二次的 第二次的搜索跟那個八名被告 我講 這些小朋友從五月二十二號開始 一直到六月七號做毛髮 毛髮的送宴單位叫做調查局 新北市衛生局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教育局知不知道 你有沒有關心 你如果關心 從五月二十二號到六月七號 你做什麼 目前新北市政府不是還做了很多圖卡嗎 那些時間是不是都是六月的事情 如果 我都不用太早 不要講說五月八號搜索 你如果從五月二十二號開始 你就做了一系列的關懷 做了很多安撫家長 也不會到現在有這樣的問題 我跟你講 因為辦案 誰可以宣布說有沒有問題 檢察官 因為他決定起訴或不起訴 其他人 要等起訴或不起訴以後 你才能根據起訴書 或者不起訴書去做評論